我们还是想对呼吸系统疾病有一个开篇的一个讲解 因为呼吸系统前面的几个病都不难 考的分数也不多 一般就一两分 很简单 那么今年呢 我们这个整个的大家都知道考试时间提前了 我们这两年过的日子呀 真是去年呢 网校跟我说 说老刀你帮我们上上课 反正就是五月份就搞完了 你也不辛苦 是吧 大家都 我说行 结果去年一下给我干了九月份 因为九月份在考试 今年呢 今天我们往下说没事 今年我们应该啊 这个啊 大家文团的 这个文单的啊 结果喀巴一下又提前一个员 这不是坑人吗 这个是吗 所以啊 所以同学们 所以我希望啊 同学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啊 能够啊 认真的这个这个多抓分数 那么这个课程的调整呢 到周六的白天呢 是因为我觉得时间上是有一点紧张啊 因为后期我们还要带着大家去串讲 就是带着大家去把以题啊 以题代点的形式啊 来进行专项的题目的这种讲解和知识点的梳理啊 所以同学们这个工作压力也很大啊 希望大家能够要坚持下去啊 坚持下去的同志一定会成功啊 好 那么接着我们看呼吸系统疾病啊 那么呼吸系统疾病啊 那么他的大纲要求有哪些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似乎我们能考到的疾病啊 比职业医师要少 比如说这里面大家看 并没有出现气胸 是吧 你找一圈没找到气胸吧 血胸 龙胸 纵额肿瘤 你看 你好像没有在这里面找到 但是同学们很抱歉的通知大家 就我刚才口述的那些疾病 不是说就一定不考 比如说气胸 那么肺心病COPD 在他的病程进展中 就有可能出现气胸 没错吧 还有同学特别担心 说老师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会不会考到 我告诉你 考到的可能性很小 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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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因为他还没有研究清楚 那有同学说 老师那为什么去年职业医师考了呢 你就看看职业医师考的那个所谓新冠体 都是送分的 就问你怎么隔离 所以在我们组织阶段 你怎么能去 现在就考这个深度呢 他没办法命题 他怎么命题 问你新冠肺炎什么时候上呼吸机 我们很难统一一个标准 说是什么时候上呼吸机 所以他不能够考 他要考就是傻子题 你放心 就我说的几率很小很小 就算考到一定是送分题 因为专家都没搞清楚 钟南山教授李兰健院士 是吧 我们吴敦友疾控中心的主任 对吧 都还没搞清楚 你考谁呀 万一你现在考的东西压根就不是个正确的东西 被后面的很多推翻了怎么办呢 你看现在很多像昨天我收一个信息 卫健委发的 现在很多新冠病人的 咽尸子阳性结果 他持有临床表现 也就是说病人出现临床表现的时候 他去做咽尸子居然是阴性的 然后过一段时间再去做 他们阳性了 那么请问你以前的这个案例 你怎么解释这种情况 那么他的潜伏期 潜伏期往往都症状不明显的 对不对 怎么过了十几天之后 还有超级传播者出现了 还有人出现复阳是怎么解释呢 他都出现了 这怎么又复阳了呢 怎么怎么怎么回事 所以当他还没有彻底的把这个传染病的这个病原体啊 说实话 你研究的来龙去脉搞清楚 他没办法考高级之城的人 这个你怎么考 你现在你搞不清楚 他没办法出题 所以如果考到题目也不会太难 所以大家有印象 不要紧张焦虑 话也说回来 成败也不在于你会不会新冠那道题 还是要把这些基本分装作 大家看到了这些内容 我们做了一个梳理 分别用1234来进行表示 那么上 在上课的过程当中 你看 有很多人跟我收到了一样的 这个 收到了一样的信息 是吧 这个叫 龙天的这个医生 是吧 你看他收到了跟我一样的卫健委 我们卫健委 我们群发的估计 所以在他搞不清楚的时候 他就没有办法考我们 大家放心 好 下面我们看第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叫做即兴上呼吸道感染 即兴上呼吸道感染 既是专业知识 也是专业实现能力要求的内容 这个内容比较简单 我们迅速的带大家过一过 第一 病因 第二 那种表现 首先什么是病因 百分之七八十的人病毒引起 很简单 病毒现在越来越多 是吧 第二 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人是细菌引起 在细菌当中 是以溶血性链球菌为多箭 所以上感 大家都知道 都这个内容 对吧 就是病毒引起 你让表现 你让表现 稍微说一下 你同学说了 国博西亚2020年考了 2020年考了 这不难 考的是普通感冒 2020年考的是普通感冒 同学们 那么普通感冒 2020年考了什么呢 其实就是说 它是一个 区别于流感的一个上呼吸道感染 上呼吸道卡他症状为主 第二呢 急性病毒性 那个题很简单 大家都堕罪了 急性病毒性烟眼 第三个呢 急性喉眼 声音思压 等等 你表现的 第四个呢 是急性扁桃体 扁桃体炎 是整个上感里面 最特殊的一型 为什么 它是细菌引起的 那么像这个普通感冒 病毒引起的 病毒性烟眼 病毒性的 咽喉眼 病毒性的 这些都是病毒性的 唯独我们这里说的 扁桃体炎 是细菌性的 所以这里面 真真正正需要使用抗热素的 持有扁桃体炎 好 这个扁桃体炎 整段大家也都会 是吧 就是常见面 实验室检查 白细胞大部分正常或偏低 为什么 因为大部分是病毒 如果这个人是细菌感染 那么白细胞和中性的细胞会升高 甚至出现核左移核中毒 这个大家也熟悉 捡起来就行了 第二 病院体检查 一般没有必要明确病院体 是吧 也就是说 我们 化妆液免道体炎 需不需要专门做淹饰子 或者是做刮片 做培养 一般我们 可能经验性的 用一点抗热素 比如阿末西林 或者头包塌定 可能就把它搞定了 是吧 也不会去做这个 但是 我要说但是 但是从今年开始 这个病不好搞了 从去年就不好搞了 现在我们药店里面 很多地方 好多感冒药又开始不卖了 对吧 因为什么 因为你要知道 现在的你这个卡他症状啊 都要先去排查什么 先去排查新冠 都要排查新冠 对吧 所以现在 我跟你说 现在 我可以这么讲啊 最难看的病是感冒 同学们 你不要觉得 什么癌症难看 我就现在最难看的病是感冒 你说这个病人发烧感冒 你就知道 你现在你就 拍着胸脯说 你说不是 或者是 哪敢说啊 对吧 谁不敢说 所以现在最难看的病 居然是感冒 神奇 对吧 有同学问卡塔是什么 卡塔是我们 罗马语里面的 语系里面 最早是卡塔 卡塔翻译过来 就是卡塔是向下的意思 卡塔是向下的意思 所以 流鼻涕 流眼泪 打喷嚏 是吧 打喷嚏 流鼻涕 流眼泪 都是向下的 所以我们把这种症状呢 这一系列的东西 就向下的这种症状 就统称为卡塔 其实就是上呼吸到感染的典型的这些表现 好 治疗上面呢 我们对症治疗为主 减轻一些鼻部的卡塔症状 解决症痛 第二呢 普通感冒没有必要使用抗热素 对吧 抗病毒 抗病毒呢 没有发烧 免疫功能正常 发病不超过两天的 也无需应用 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 就没什么药可用 中药质量 最后 那个化脏 就是化脏液体炎 大家要知道 要使用这个 抗热素 21年考了一分 很简单 这一分我想考了严肃松 对吧 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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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